清楚端午节美国传来的好消息 彰化市的平和国小曲棍球队 在已经举办45年的 美国加州杯世界曲棍球锦标赛当中 以唯一一组台湾代表队的身份 勇夺了男女混合组的冠军 请看东森新闻来自美国的独家报导 蝉斗 蝉斗 在蝉斗来自台湾彰化的小朋友们 面对体型高大 擅长打草地赛的对手 一点都不怕 克服恐惧 百分之百发挥平日所学外 团队更是合作无间 最终以5比0加击 夺下加州杯世界曲棍球赛冠军 孩子的表现都非常的好 不论是守门员 或者是每一位打球的孩子们 都能够依照教练的指导 发挥到极致 欢喜打到冠军真的很不容易 不只因为半小时前 争夺冠亚军决赛权权 对战强敌阿根廷队 一路杀到最后PK赛 打到手都没力 然而靠着当家守门员 武上柔 一人堵条大梁 一路接下好几球 封锁对手全部攻势 表现出色 用生命去挡 谢谢大家 很多人来看我们比赛 为我们加油 麻冠军好欢喜 但更可贵的是 全队发挥运动员精神 彼此合影留念 也替台湾拼外交 热情的华侨 都来关心我们 这是孩子们第一次 在国外过端午节 但是我们也有 热腾腾的粽子可以吃 那这个都要感谢大家 对我们的关心以及照顾 从2016年 全台组成7队来参赛 到2017年 政府经费大幅缩减到 只能编成一队 克服时差环境等重重障碍 台湾小将球场上 发光发热的同时 也挑战蔡英文政府 如何持续帮助青少年 推动国际体育赛事 东文新闻 佣志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